杨明医院胸腔重症医师 舒一封脸书再爆超扯事件 他写到超怒 确诊外国人 确诊隔天坐防疫计程车 再来医院急诊二度裁剪 来的时间刚好是交班时间 最多医护人员在现场的时候 只因病人质疑裁剪的正确性 选择牺牲医护人员 暴露在感染风险当中 他还气氛标注 这个病人就最好不要是丢他 确诊了却还能四处走动 这无疑是大大增加社区 与医护体系感染的风险 若按照北市卫生局的规定 新确诊者会请他在加强型的防疫旅馆 集中检疫所或医院等候通知 不会让他们擅自移动 另一种情形则是 之前就在国外确诊的个案 又在国内确诊 这种类型由于传染力较低 但也会要求个案 待在加强型的防疫旅馆 目前最大的问题 就是得厘清这一位确诊者 是主动离开 或是经同意离开检疫所 若确定是个案自行离开 医传染病防治法 可处10万元以上 100万元以下的罚缓 但比起开罚 外界更在意 究竟是出了什么问题 竟让确诊者在外趴趴走 恐成为防疫破口 TBS新闻 袁瑞森 袁佩宇 台北采访报道 请订阅按赞 分享TBS News频道 并开启小铃铛 也请用手机下载 TBS新闻App 随时掌握国内外大使 门 置